我最近在脸书追了一个社团 那个社团常常会出现一些 有趣的语言方面的好笑的东西 那我已经做了好几集 他里面的这些讲的内容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帖 也希望可以让大家笑一笑 真的是蛮可爱的 大家好我是Paul 追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所以这里总共有23则 23个小朋友 他们想出了一些 一些英文世界上常见的东西 可是他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因为小朋友嘛 智慧能力有限 所以他就生出了一个很有创意的词 就是同言同语 简单说 所以我今天的标题是 Battle Unicorn Unicorn是独角兽 OK 加个Battle 是什么东西啊 马上给你看一下 A friend's five-year-old saw a rhino and called it a battle unicorn See 他看到一个犀牛 犀牛有一个角 没错啊 所以可是犀牛看起来就很厉害 不像是我们一般理解独角兽 Charlie之类的 Charlie的unicorn 看起来就不是打架用的 看起来犀牛很强 很像打架用的东西 所以他就称他为Battle Unicorn 所以多可爱啊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吧 来第二个 所以他说当他女儿三岁的时候 他告诉我蚊子啊 Mosquito 其实是什么呢 吸血鬼的 吸血鬼苍蝇 所以他house flies flies是苍蝇没错 他们有时候还加一个house在前面 就表示是在家里面的这一种 这样子house flies 那前面加个vampire 因为会吸血 好像还蛮合逻辑的 来下一个 My daughter once referred to dreams as the stories in my eyes 好浪漫 所以他把梦讲成是 在我眼睛里面的故事 因为眼睛闭起来了嘛 所以不是在眼前发生的故事 是在眼睛的 就眼皮底下的 所以the stories in my eyes 他把梦称为这个东西 多可爱 好下一个来 a friend's five-year-old was wailing about seeing flamingo witches after watching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 所以他一个五岁小朋友 在那边哭嚎叫着 看到什么呢 看到flamingo witches flamingo就是红鹤 所以flamingo 也没什么可以解释的 那witch是什么 女巫 所以红鹤女巫 什么鬼 took a little while to figure out she was talking about vultures 他看到秃鹰 OK 那秃鹰长得跟红鹤 好像真的有点像 嘴弯弯的尖尖的嘴巴 可是秃鹰看起来就真的 很可怕 所以vulture这个词 就可能随便可以看一下 OK 图音 vulture flamingo 刚刚讲的这个词是 红鹤这样子 好 alright 你要我想我也想不出来 但总之 爸爸妈妈搞清楚了 my two-year-old son calls bread 对不起 beard 看成 这里看成面包 不是beard 下面有胡子 或者脸上的一些毛发 facial hair face grass 再读一次 my two-year-old son calls beard or facial hair face grass 是不是他脸上的毛发讲成是脸上的草 grass 其实还不错这样子 OK 蛮可爱的 再来 when my daughter was about four she couldn't remember the word ambulance she got all excited when she saw one and called it a sick fire truck OK 所以他 没办法记得 ambulance这个字 ambulance就是 那个救护车 OK 或者现在可能叫它 emergency vehicle 大概过得去 OK 所以ambulance 他记不起来 所以当他 看到一台 他就会叫它 sick fire truck fire truck是 或者叫做fire engine 我记得是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消防车 那他们长得好像 大小差不多 fire truck 可是他是给生病的人用的 所以他叫它 sick fire truck 好像还蛮痛的 下一个 my friend's five-year-old 我们看了半天 好像多半都是两岁到五岁 五岁以后可能知魂的人就多了 so my friend's five-year-old just saw a crow and called it a halloween eagle Alright 所以 crow是什么 这个是乌鸦 所以我们顺便看了很多 五岁小朋友可能还不认识的字 所以crow这个字 小朋友还不知道 他就叫它 万圣节的老鹰 所以eagle这个字 可能对小朋友比较熟 OK 他叫万圣节老鹰 Halloween eagle 酷 Alright 来 再往下看 第八个 my son calls ravioli pasta pockets 这ravioli就是 一种面食类的东西 包起来的 有点像馅饼之类的 ravioli 他叫它pasta pockets pocket其实也是 我们多讲一下 pocket这个字 一般你当然是理解为口袋 对不对 可是pocket还有一些 一些其他的意思 像例如说 我先举一个可能比较少听到的 拳击手 它这个大概是 肚子这边这一圈 或者说它就一个出拳动作 我们就叫它 pocket get in the pocket 这样子 once you're in the pocket you can throw a punch 所以这个pocket 还有像是吃的好了 我们讲吃的可能大家会有公民一点点 就是我们讲的 馅饼类的东西 像我们讲的那个 我突然间想不起那个 韭菜盒 韭菜盒都要想那么久 我很爱吃的 所以韭菜盒你要翻成英文 大概就可以把它翻成pocket这个字 OK 所以我当时还在多伦多的时候 他们也是推了一个很棒的产品 就叫做pizza pocket 你吃pizza 手会滑滑油油脏脏的 可是这种pocket就不会弄到手 虽然里面就是pizza的馅料 tomato sauce或这些的 所以还不错 这样子 所以pocket这个字 大概有这样的概念 所以他就干脆把它叫 叫成pasta pocket 所以pasta这个字就是 我们讲的意大利面 就pasta pasta可能比较对 我刚一直讲成pasta pasta OK 所以把它讲成pasta pocket 好酷 来再往下看 第九个 my friend's toddler calls wolves party dogs 所以他这个小朋友 toddler 他叫他把狼啊 wolves叫成什么呢 party dogs 所以这个party party并不是说 开party 放音乐 不准动词 不是不是 我认为他的误解来自于 因为狼都是成群活动的 对不对 那我们顺便讲一下 一群狼 我们的单位词叫做a pack a pack of wolves 而狗其实也是 所以一群狗也就也是 可以叫做a pack of dogs 所以都是用pack 这个字来当成他的单位词 pack of wolves pack of dogs 所以wolves travel in packs OK 所以他们行走的时候 都是一群活动 所以他叫它party dogs 好像就还蛮过得去 其实 OK 好 而且说真的 据我的了解 狗就是狼 狼一直演化下来 然后就变成狗了 所以这个是 他们是属于同一个 不知道见门纲目课数种的 哪一个部分 好anyway a kindergartner told me she liked my hand socks whoops whoops 抱歉了 我的这个 这个录像头竟然掉 掉到地上去 好没关系 小事情 we're back in business 所以他的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 告诉他什么事情 告诉他他很喜欢你的 他很喜欢他的 hand socks 翻不出来说 因为socks是 袜子 加个hand在前面 手袜 就手套啦 所以明显就是手 手上的 因为小朋友不认识嘛 所以他还不知道 gloves这个字 所以他就叫他 hand socks OK 所以gloves这个字 希望你是认识的 没问题 来 再来 my daughter wanted to be a librarian when she grew up 所以 所以的确应该是 librarian 但是小朋友 叫他 librarian 为什么 因为加er听起来比较像是 这个就像例如说 play变成player 对 呃 teach变成teacher 对不对 所以library变成librarier 所以应该是librarian 所以 这也是搞混了一个字 这样子 来第十二个 my daughter when she was three made the word laster day 所以任何昨天以前的 所以他知道 yesterday 那yesterday再往前 他就刚才叫他 last today 因为最后一个叫last 对不对 ok 所以 这个字真的很可爱 last today my niece used to say she was singing in her pants whenever she passed gas ok 所以每次pass gas 什么是pass gas 就放屁 ok 你当然可以要fart 这个词 不过可爱一点的话 就pass gas ok 所以每次放屁的时候 他就是在裤子里唱歌 singing in her pants 很可爱 ok 来十四 my son couldn't remember the word for a cooking pot so he called it a stove bucket stove bucket ok 所以他儿子 不记得锅子这个词 锅子就pot pot 你强调是煮饭 cooking pot 所以他就叫他stove bucket bucket是水桶 stove是炉子 火炉炉子 炉子上的水桶 就是pot ok 很可爱 来 15 when I was four or five I refer to cemeteries as die yards 当他自己本身四五岁的时候 他cemetery是什么 那个墓园 埋葬死人的地方 cemetery 所以他 那墓园 庭院的那个园 yard your front yard your lawn yard这个字没什么问题 他前面加一个die die yard 很可爱 16 when our son was little he called a harmonica a cowboy trumpet 很酷 harmonica是什么 harmonica是那个口琴 ok 口琴 那在西方社会 口琴 我们一般 第一个想到的画面 就是牛仔在吹的 ok 你可以想象一下 牛仔在一个大草原 拿出他的口琴 所以harmonica 那 他的 这个二字 他就把harmonica叫成 cowboy trumpet trumpet是那个小喇叭 ok 所以他把它讲成牛仔的小喇叭 蛮可爱的 来 17 my five-year-old niece says starfish circle for cartwheel genius ok 这个cartwheel是什么 这cartwheel就是 那种翻滚的一种大车轮 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假设你把你的四肢全部伸直 然后你就侧翻过去这样滚一圈 大概懂意思 ok 是不是叫侧翻 但没差 所以这个叫cowboy 因为真的很像一个车子轮子在滚 然后他的niece 五岁叫他starfish circle starfish就是 所以当你把四肢都伸开的时候 是不是很像一个海星 然后circle是圆圈圈 好像就懂了 对不对 好18 the restaurant formally known as country kitchen was renamed where the pancakes live by me then four years old ok 所以 一个餐厅叫country chicken 但是可能这个小朋友 每次去都是吃pancakes 所以他就叫他pancakes live 这还ok my daughter called air conditioning the cold heat 所以air conditioning是空调 他把空调称为 会发出冷风的暖炉 the cold heat 那这事实上这两个字是oxymoron 是很矛盾的修持法 又冷又热是三小 anyway 第二十个 when my daughter was roughly five she referred to eyebrows as eye mustache she's a teenager now and it's all about the eyebrows 好 所以女儿五岁的时候 她把eyebrow eyebrow就是眉毛 她把眉毛讲成是眼睛的mustache mustache是我们的那个人中这边 是人中 我这边看了个笑话说 这个东西叫上巴 下巴的颠倒就上巴 然后中间叫中巴 所以人中的这个地方长的 胡子叫做mustache 所以她干脆就把她 把眉毛讲成是 eye mustache 蛮可爱的 来二十一 when my daughter was five she called cemeteries garden of dead people 所以又讲到了墓园 就是埋葬死人的地方 刚刚前面那个人说什么 die yards 对不对 这里换一个 garden of dead people 死人花园 好浪漫 garden of dead people 22 when my son was little he used to say fasting instead of running look mom i'm fasting oh i see 跑步跑得很快 跑得很fast 所以她就以为fast就是跑 所以她就把它讲成fasting 好像也蛮合理的 但是她当时当然不知道fast 也有另外一个字 动词的意思就是进食 不吃东西这样子 所以当你说I'm fasting 就是我正在进食 你知道的168啦 或之类的 对不对 fasting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可以顺便理解一个字 早餐怎么说 breakfast breakfast 把它拆成两个字就是breakfast 不是吗 要你想象一下 如果说你今天是个不吃宵夜的人 吃完晚餐后 6点 7点 8点 你就不吃东西了 你仿佛像在进行一场进食 过了大概12个小时 起床了 开始吃早饭 你把这个进食打破了 所以你看很合理吧 对不对 所以早餐是一种breakfast 当然后来合在一起 发音就变成了breakfast 就是了 好 最后一个 my little sister used to call omelettes omelopes since you put cheese in them and the way you would put a letter in an envelope OK 所以他把omelette变成omelope 因为你把cheese放在omelette里面 omelette就是那种外国的蛋饼 蛋卷这样子 那里面是会放cheese 然后会融掉的 所以吃起来会砍稀这样子 所以你把cheese放在仿佛像放了一封信 放到信封里面去 那信封叫envelope 所以既然这个蛋里面放了cheese 它就应该叫做omelette 好像还蛮合理的 brilliant 蛮酷的 好 因为有23个 所以我们不得不有点加速 把它走快一点 而且中间还调了一下我的webcam but that's ok 希望你喜欢这些同言同语 我是觉得很可爱 今天到 字好像也蛮多的 哇塞还记得这些字吗 flamingo 那个红鹤 vulture 土银 ambulance 那个 怎么突然脑袋卡住 救护车 emergency vehicle firetruck是救消防车 crow是乌鸦 然后他把奖章 helloween eagle 我还记得 pocket 一般讲口袋 也可以是那种饼类的 盒子类的食物 pasta 不是pasta 我刚一直好像念错 pasta ok 一群狼 pack pack of wolves 狗也是一样 手套是gloves 什么是pass gas 放屁 当然可以讲fart stove是炉子 stove cemetery 是埋葬死人的地方 有一个人可爱 叫做dye yard 另外一个人叫做garden of dead people harmonica是口琴 他把他讲成了cowboy trumpet 非常可爱 好了 到这里差不多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